耶路撒冷的犹太掌权者 打发祭祀及利未人到约翰那里 你是谁 约翰他就明说 并不隐瞒 我不是弥赛亚 那你是谁呢 你是以利亚 不 我不是 你的先知吗 不是 那么告诉我们你是谁 我们好去回复那派我们来的人 你到底是谁 约翰也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回答 我就是那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 修旨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被法利塞人派来的信使就问约翰 如果你不是弥赛亚 不是以利亚 也不是那先知 你为什么施洗 我用水给你们施洗 在你们中间站着一个人 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他是在我以后来的 但我就是给他 几些袋也不配 这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伯达尼 约翰施洗的地方所做的见证 第二天 第二天 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 看啊 这就是神的羔羊 这就是神的羔羊 他又因为在我以后来 反正在我以前的 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认识他 如今我来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约翰就做了见证 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 从天上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 我不知道他就是那位 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为他做证明 这是神的儿子